那就是把字帶過來 那個字的話是在PSD02這邊 就把它選起來 選的方式最簡單就按右鍵 選取像素就可以了 在這個有顏色的地方 這個是背後的顏色 不是選這個 是選上面這個 然後按滑鼠右鍵 小圖式上按滑鼠右鍵 然後選取像素 選完之後你會發現字被選起來 Ctrl C 然後再到我們要的這張圖上面 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再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到我們要放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吧 我看一下 他在下面一點 把它移到下面 OK大概是這裡吧 這樣的話基本上這題就完成了 你就把它另存心檔一下 另存為 這邊有個另存心檔 然後一樣呢 就把它存成PSA 然後2210 這樣就OK了 然後如果說你要做個變化 請你把這些效果 也許你的位置啦 大小啦 顏色啦 背景 每個每個 也許都把它做成不一樣 反正就做個變化就可以了 就是你拿原來的圖做變化 那今天的作業大原則上就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因為 在兩週之後 就是要期末 期末的平糧 也就是明年的 1月12號這一天 那所以呢我再把這個 作業部分再稍微說一下 而且我有在Polo區呢 也開好了作業區 那繳交期限就是 下下禮拜 那也大概說一下啦 基本上就是利用 本學期所學的Photoshop 包含就是 工具啦 跟濾鏡 的所有技巧 反正有交道的 盡可能的把它融入 它盡量做得 比較合理 你不要做得怪怪的 那裡面當然就是 看看能不能把一些 內容方面 看看能不能把文學 把它融入進來 也許是做一個文學家的 一個 意象 反正你就哪一個人 然後做什麼 反正你就稍微敘述一下 發揮自己的創意吧 然後呢盡量把所有的效果能夠加 用得越多當然 這個分數當然相對的也就越高了 那最後再寫一個 至少500字的心得報告 然後我是建議 看最好是可以把你做的圖 直接就複製貼到那個 握著裡面 我直接看 我就不用額外說還要再去開那個圖檔 不然的話 你分開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可能額外還要再去開那個檔 我覺得有時候會 要花額外的 你盡量把它放進來 如果你假設多做幾張是沒有關係的 反正至少就是要有一個以上的一個 這個作業 那繳交期限就是下下禮拜 OK 那大概是這樣啦 期末報告部分大家不曉得有沒有問題 這樣OK 可以嗎 難度應該 難易度應該OK吧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原則上 我在想說 因為下個禮拜 要給各位多一點時間 做報告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原則上 我們就 就 不上課啦 不過教室還會開放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這邊練習的話 這邊教室是有開放 但是我們 原則上就 今天是嗎 最後一次上課 那下一個禮拜我們就不上課 那一樣我會把上課的影片 也都會放上去Poto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把前面的技巧稍微再看 因為可能Poto效果要記的東西還蠻多的 如果你哪個動作 少做或多做 其實結果就不一樣 盡可能把我們上課能夠 用到的所有技巧 盡量都把它用上去 我會看你做的 第一個是你用的技巧難易度 第二個是你有沒有做的 發揮到 就是比較 恰如其分啦 不要說做的很多但是 那個效果不是很OK 那當然也不是 太好OK 好那所以 剩下時間給各位 把今天的這一集先完成 畫面再還給各位 另外呢也請各位再做個變化 然後主要用意是希望你們可以 多去嘗試那個 你沒用到的功能 反正啦 Poto效果不會壞掉啦 你把他 盡量去試他 也就盡量知道說所有功能 放在哪裡 所以 所有功能以後 人家問你什麼 你是不是要什麼 圖成樣式 的這個 這個漸層的圖樣 有沒有辦法 你可以 你馬上可以找得到 另外有沒有辦法 馬上知道說怎麼去調整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什麼效果 他還怎麼做 你一定是做得出來 沒問題 OK 好啦 試試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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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